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就是就快圣诞了吗 然后就计划着画一个这个圣诞主题的小姐姐 然后也是画一个漫画 然后让大家开心一下 因为也是比较轻松的内容 这张画呢 因为是没有素材图的嘛 是创作的 所以的话 如果想画一下的同学 就是可以去找客服宝宝 然后要我的线稿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上色 那咱们今天就 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画 因为线稿呢 我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已经全部都起好了 因为就是今天画的东西稍微有一点点多 如果不快一点 正式开始画的呢 我就有点怕 一会儿画不完 首先咱们还是用一个猪红色 可以用 如果没有就是那个浅猪红的那个 就可以用红色和黄色调一下 反正调一个那个猪红色出来画皮肤 哇 幽灵宝宝 好准时呀 然后咱们调一个这个浅浅的猪红色 开始画皮肤 直接从眼下开始 上一个大的颜色之后 用清水把颜色 把颜色扩开 像 衔接头发呀 然后 脖子呀 这些部分就可以 用清水让它扩一下 变淡一点点 让颜色 嗯 这个皮肤的颜色 稍微就是画到 画出去一点点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画到头发上呀 或者是画到底下的衣服上 都没有关系的 星期 天不行 星期一上学 手为什么红因为冷呀 可能 最近天气 有点点冷 然后可能也跟视频 有一点关系吧 狂奔 蜗蜗牛 蜡蜗牛 晚上好呀 然后就是上完之后 可以在这个腮红的地方 就是脸颊这里 就是点一个稍微重一点点的 珠红色 包括就是像鼻尖呀下巴这些地方也是可以红一点 就是比一别的其他地方的皮肤的颜色再更红一点 还有像 嗯 猴结 啊 虽然是小姐姐没有猴结 但是就是那个地方 只是不明显嘛 还是有一个那个结构的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也是要稍微红一点 对 打点腮红 然后呢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女生的这个耳朵 我给她画了一个鹿的耳朵 但是也是 要偏红一点 在耳朵尖尖的地方 可以 画一点红色 可能也是冬天比较冷吧 所以呢 耳朵尖尖会有点红色 那是手 手的话呢 也是 就是 指尖 然后还有手指关节的部分 会要更加的红一点 然后皮肤就正常的 用清水给它过渡下来 就会是一个淡淡的粉色 一看这线稿 没关系 线稿的话呢 其实就是因为 也是创作性比较强的嘛 就是大家也不一定要 和我画的一样 或者是可以拿我的线稿去 就是直接上色都是可以的 先说到线稿 那就 再提一下 因为就是画这种漫画之类的东西吧 就是起线稿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一定要用咱们的那种 二笔铅笔啊 就是那种画画的 绘画的铅笔 就是用自动铅笔的话 用一个比较细一点的 0.3甚至0.2的自动铅笔来起线稿 然后线稿呢会比较细致 然后也会比较干净一点 今天用到的材料的话 就是纸的话 还是咱们300克的传承的细纹纸 然后笔的话 之前刚刚说了 就是线稿用的是自动铅笔画的 然后颜料是咱们戈纹的颜料 然后戈纹的固体 然后笔的话还是这一只梦星河 是的 是自己算是原创的吧 虽然这个就是 这种路角的这种女生 其实其实就是网上也挺多的 但是 这章呢还是可以算是原创的作品吧 我只是换了一只 因为今天就是画漫画的话 需要比较多的细节 所以我就拿了一只新的这个 梦星河这只小的笔来画 因为如果就是用久了的笔的话 它那个笔的飓风可能会没有特别好 所以就是细节会比较多一点 画完粉色之后可以调一个就是稍微偏棕一点的颜色来画一画脸部的细节 也就是包括像眼睛 睫毛呀 然后眼皮呀这些部分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画面放大一些 然后能让大家看到我画的细节 但是这个最多也就这么大了 笑语艳文怎么打了一个问号呀 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调一个那个褶石或者是数褶 然后加点点红色 来画这个眼镜 把那个就是眼线给它勾一下 是的 这周这周的话我是周六上水彩 然后伯伯伯伯伯伯伯老师周日的时候在画彩天 我也是要过渡一下 不能让这个线条太僵硬 用清水把它的边缘给过渡自然 大家就是用清水扩散熨染的时候 如果就是觉得一支笔就是来回的去洗笔啊 然后换清水啊来不及的话 就可以就是背两支笔 然后一支清水一支沾这个沾取这个颜色 也是可以的 然后脸部其实它也有一些就是 嗯细微的结构吧 就是虽然说咱们漫画里边就是 嗯整个不像画真人说要把结构画的卡的那么那么明确的 但是这个结构还是要有的 就比如说像湄公呀 然后鼻鼓呀这些地方 都会就是因为有这些结构的存在 会有一个小的暗面那样子 就是也要用颜色表现出来 会稍微深一点点 喜欢的话可以就是尝试的自己画一下哦 我嘴巴的话就是它嘴角的地方也是因为有一个结构所以会稍微的重一点点 哇 幽灵夸我了好开心呀 你也是小财女呢 是不断的去把这个重的地方给 加重 加重 加强 像 耳朵呀 然后像这个 锁骨呀 下巴呀 直到它达到差不多你需要的那个颜色 就是每一遍上色的时候颜色都可以就是透一点干净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用很厚的颜色去画 然后呢 咱们等皮肤第一遍皮肤的颜色稍微干一下咱们来画这个头发的颜色 就是头发我想给它画一个淡淡的这个金色 用一个土黄 用一个土黄 也是调的浅浅的 然后可以加一点点的中黄进去 让它稍微亮一些 女士颜色特别浅特别淡 然后才会有那种浅金色的感觉 如果生了的话就是颜色就会过于饱满 就没有那种 金色的感觉了 不擦线稿是吗 嗯就是还是可以把线稿擦淡一点点 因为我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画的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没有把线稿擦的特别干净 但是就是说 最好还是能把线稿擦淡一下 就是擦到至少你自己能看到 但是还是要一个比较淡的程度 漫画如果是就是漫画类的话 那就可以看就是画风而定了 就是有的它就是不擦线稿的 但是 今天下午练习了一下多层的画 终于有感觉了是吗 那很好呀 就是因为水彩它就是一个 只要多画那就一定会有感觉的一个 画着 就是画着画着可能就有感觉了 头发的颜色里面也可以就是 带一点点的橘色 因为会受皮肤的影响 然后暗面的地方就是可以在 咱们的这个黄色里面擦一点点的紫色 画这个金色头发的偏暗的地方 好 得明白了就 咱们第一遍上色的话 基本上其实就是平图 但是就是还是要就是注意把一些细节的部分 比如说就是衣服呀 然后这些边缘的地方留的好一点 就是尽量不要涂到就是涂出去了 在画毁的纸背面练习的 那下次可以就是拿一张正面的纸正式的画一下 试一试嘛 好的 因为冬天这个颜色 因为冬天这个颜色会干的稍微有点慢 所以呢 我先把第一遍的大的颜色铺了 然后再来上第二遍的颜色这些细节 我现在先拍个照 我现在先拍个照 大家稍微等一下下 好 还好了其实 可能也跟视频的那个颜色有点关系吧 因为感觉今天的这个颜色偏暖一点 所以可能就会显得说更加的红 拍了个照就是第一遍的颜色 会就是居然稍微干了一点 不过咱们还是先把这个路角画一下 然后再来 再来 画其他的部分 现在用了这个 熟鹤 然后加了一点土黄 画这个 大大的路角 因为咱们今天是路角 照你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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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材比棺材贵是吗 其实也不一定了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刚开始入门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买太贵的颜料嘛 对吧 可以就是多画一下 然后到时候你妈妈看你 就是画得那么好 肯定又会给你买好的颜料 是的 瘟疫的管子可贵了 这个画入角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有一点颜色深浅的变化 就是可以拿一支清水笔在旁边稍微熨染一下 就是用清水笔画的地方呢 就会颜色稍微浅一点点 但是整个颜色呢就是这样一个松松的一个颜色 可以调一点土黄进去 亮一点点 一定是为了钱 不要这样嘛 到时候等你自己赚钱了 可以就是自己给自己买 完全不方 风景的入门材料 风景的入门材料可以等咱们到时候出的材料包吧 因为就是如果推荐的话 就是其实好用的太多了 那咱们还是就是选性价比最高的 然后到时候放在材料包里面一起推荐给大家 如果就是对材料感兴趣的话 想聊材料的问题的话呢 或者是想要我单独推荐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 加就是进咱们的那个 风水彩公开课的群嘛 然后可以加我 然后私聊我给你推荐 所以在课堂上呢 咱们还是就是专注画面 就不聊太多材料的问题 因为只要 其实只要技术到位 其实颜料没有那么重要了 好的 今天刚刚把这个 鹿角画了之后呢 咱们就来画一下皮肤的暗面 皮肤的就是 也不能说暗面吧 就是阴影面 咱们可以用一个蓝色来画 因为我的这个 因为我这个 我这盒固材里面没有 没有一个就是 特别适合的一个蓝色 所以我拿 我还是拿我管彩里面的这个 群青 拿这个颜色来画 皮肤的暗面 是我个人是 比较喜欢用蓝色来画 皮肤的暗面的 然后就是用 就是这样子画 就会比就是你用一个 什么那种暗一点的棕色呀 因为其实 大家看皮肤的话 其实暗一点地方 是一个棕色嘛 但是用这个颜色的话 会让皮肤显得 更加的透明一点 对对对 我们要做技术流 而且其实 怎么说呢 当你就是技术 达到了一定的地步之后 其实你也会就是 不满足 不满足于就是一开始的材料 但是 其实而且 但是当你就是 水平还就是 处于比较入门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买好的材料 你也就是 不太能用得出它的好坏的 头发在脸上 会有一个这个投影 嗯 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技术达不到浪费好财的 咱们绵羊真的是勤俭持家 其实说的也很对 没有画眼球有点吓人是吗 好吗 那我就先把眼球画了 因为开始有点纠结画什么眼色的眼睛 所以就一直没有画 有些不纠结了就画一个金色的眼睛吧 还是一个淡淡的黄色 中黄 中黄色 然后可以拿一个 书贺画它的眼球里面暗的部分 然后画了眼睛之后 然后我也就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再把五官多画一下好了 把嘴巴的嘴唇的颜色 也是会画上去 其实画完嘴巴的颜色之后 就是会有一种化了妆的感觉 鼻子鼻头也是会稍微红一点点 然后等它稍微干一点 我再来刻画眼睛 然后现在先画这个头发的这个阴影面 用一个这个紫色 淡淡的紫色来画 还是可以调一点黄色进去 就是跟黄色调和 让这个紫色稍微灰一点 但是还是整个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也是直接平图就好了 因为在线稿的时候呢 咱们就会把它的那个阴影面给分出来 勾出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的时候尽量不要手蹭到旁边的颜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色万一画错了 你可以去把这个线稿打印出来 多打印几分 然后慢慢玩嘛 就是 就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存稿 好的 现在头发的投影也画完了 我再去拍一个照 哇 是的 还能打印呢 就是但是这个可能需要去大一点的那种复印垫之类的 就是小的打印机打不了 那个水彩纸还是会比较厚 小的打印机可能会进不去 好了 他又回来了 黄奔拉蜗牛说 认真看到都没有聊天 黄奔拉蜗 黄奔拉蜗牛 田λ 我也是在认真画 所以呢可能也是画会有点少 画的什么呀 画的小姐姐 画的一个有鹿角的小姐姐 晚上好 对咱们试的啊 圣诞限量 虽然今天是虽然今天是冬至 但是我却在这里画圣诞 圣诞的节 圣诞节 他们也是反正 每次一到过节 就会画一点这种 比较偏插画的 可爱的这种小小东西 就不像就是上课 就是之前 之前就是画那些比较正儿八经的东西 那么正式 路角也是它会有一个那个 在也是转折和那个分叉的那个中间 会有一个小小的暗面 真正的圣诞画什么 真正的圣诞没有公开课呀 哈哈哈哈 真正的圣诞那天去约会 你暴露了什么 蜗牛你暴露了什么 原来你是要去约会的人啊 如果想画 今天因为今天也是冬至嘛 不知道大家就是 有没有兴趣画饺子什么的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找邱熙老师 哈哈 哈啰 Hello 珠光晚上好呀 耳朵的这个外圈的这个耳库 就是颜色也会稍微的重一点点 对又是创作了 因为就是想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 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色的一些细节 所以呢调色盘今天可能就放不到画面里面了 就是要用到的颜色的时候 我都会在都会直接说 第一次来吗欢迎欢迎呀 可以把你的那个数字的名字改一个 就是大家能够记住的名字 不然的话就是记不住 咱们现在接下来就画这个女生的衣服 然后调一个酒红色来画 酒红色的话就是 红色然后稍微把它调灰一点暗一点 会加一点绿色 会加一点绿色 然后调一点紫色 会是一个偏暗的红色 不是那种很鲜艳的大红 不是那种很鲜艳的大红 画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就是混一点其他的颜色进去 这里混了一个这个 混了一点点褶石 它会有一点点偏黄 然后这个上色的时候也是颜色要尽量的湿润 然后撞色的时候呢也是要衬湿撞色 然后衔接自然 可以装一点黄色 可以装一点黄色 是不用让就是不要让就是一大片都是一个这个酒红色就会比较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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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上这些细节部分的颜色的时候也是会就是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就是让颜色上到它不该去的地方 同样也是有一个这个状色让颜色比较丰富一点 就是大家如果就是画这种有人又有背景的这种画面的时候 就是在起稿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像我一样 就是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的一个铅笔 就是可能你起稿用的是一个HB或者是RH的一个铅笔起稿 然后那你可以用一个2B或者是4B的铅笔去卡一下你人物的这个轮廓 就是把你的人物和旁边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小物件啊背景啊给区分开 那就是也是避免说咱们上色的时候找不到形 或者是为了不碰到已经上过的颜料把这个纸张给转了一个方向 然后一会儿画好就转回来 一坨喵来了哈哈哈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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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回应老师全体送辣条 其实我都不知道辣条到底是什么 我 我这个最后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衣服的黄色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衣服的颜色也是有一个这个变化 然后等它干一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画那个衣服的暗面 那现在还是去早描一下 不来 你看你该来了之后不来 养生吗 我不是一个养生的人 刚刚去把画扫描了一下 然后稍微等一下 马上就回来了 那我在等这个小姐姐的衣服干之后的同时 就是我画一下就是旁边两只松鼠的颜色 用一个这个橙色 然后橙黄色去画 就整个颜色就在一个那个橙色的色调里面 然后再一个橙色的色调 要注意把眼睛的位置留出来 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那个松鼠 它就是眼睛的那个外圈会有一圈 那个白边就 就是会显得眼睛大大的那种 有一点像它的眼装 然后同样也是就是上色的时候在橙色里面 也要就是有一个变化 那就是稍微暗一点的地方就会有一点点偏褐色 偏褐褐褐褐然后亮一点的地方呢就会可以加一点点的中黄呀 然后之类的这种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今天的话多大 今天的话呢可能就是大概是一个二十乘以二十左右的一个大小 二十厘米 三位十厘米 同样也是要注意不要就是画到边上其他的东西上去了 挪一下鼠标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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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大大的尾巴 第一遍的上色的时候也是可以大大一些 把大的颜色 画出来 然后至于什么松鼠那些毛茸茸的那种肌理的话 咱们可以就是之后再去考虑 第一遍颜色就是给它一个大的颜色的色调就可以了 都不知道今天有谁彩吗 因为这一周就是水彩和彩天换了一下时间 那你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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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过来的呀 好厉害呀 是的 是的尾巴尾巴像棉花糖吗 对我觉得松鼠尾巴就是 其实我其实那个松鼠它实际上尾巴没有这么大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动物就是这种动物尾巴大一点会很可爱 所以我就把他的尾巴画的特别圆圆的大大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自己的画面里可以就是适当的夸张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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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看全力 不过其实还是 其实我觉得还是公众号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公众号其实 换客这些的就是都有通知的 喜欢尾巴吗 哈哈谢谢 哦可以 我也喜欢尾巴 也是像这种小细节的时候就要稍微慢一点点 然后把它的那个不同的部分给区分开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胡到一起去去了 是哪里的故伙我觉得 是不是这么小细节 在哪里的那个墙上哇 像打底像有点产音词 就要表现之前 在这种小细节时 我不能拍一次 因为我们就会想要试试 试试试的 对 这边的松树也是有一个大大的碎碎的味道 暗面会还是偏一点这个褐色 这样的地方呢就是黄色 这种淡淡的黄黄的橙橙的这种感觉 黄色和橙色都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呢咱们来画这个 这个衣服也差不多干了 咱们就来画这个衣服的暗面 咱们调一个更加暗一点点的红色来画 可以稍微加一点蓝色 因为它甚至就是这种 丝绒质地的红色的话 它的那个暗的地方会有一点点更重 然后也是更加的深 更加的灰 更加的灰 这个下面也是 包括头发也是会对这个衣服有一个投影的影响 然后就是在腰呀 然后袖口呀这些地方 就是都会有一些褶皱 就是咱们画人物的时候 处理这个衣服的褶皱 怎么说呢 就是不是看到什么画什么 就是包括大家就是鞋身的时候 或者是说画真人的时候 有照片对着也是一样 就是不要看到有多少褶皱 就画多少褶皱 因为一般咱们需要重点表现的褶皱 都是就是出现在像咱们人体的关节处的一些褶皱 像腰呀 然后手肘呀 手就是手腕呀 这些地方会去重点表现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衣纹什么的 其实可以就是适当的去忽略忽略一些 这是所谓的画面的取舍 对啊 真冷秀 上的眼睛 颜色也是全凭想象的 但是也会有一个 就是大致的一个配色的思路嘛 就是因为毕竟是 之前也说了是画圣诞元素的话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 红色呀绿色呀 然后这个褐色呀之类的 就是这一类的颜色 就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就可以就是根据 自己画的东西的 这样一个氛围 就是有一个自己 大概的配色的想法 其实我就是今天上课之前 就是构思这样图的时候 也是想了一下 就是到底是画 这个深红色的衣服呢 还是画大红色的衣服 但是后来想了一下 就是这个深红色的调子 更加沉稳一些 所以就画了这个深色的衣服 就是有时候 就是因为创作 其实它就是凭空去想象嘛 可能出来的效果 并不是会特别的尽人意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积累的思路嘛 就有时候我可能就自己想的配色 也不是特别好看 是把一道圣诞就想到红色绿色 大红色会像圣诞老人 好像是有一点 嗯 还好我机智的没有用大红色来画 不然肯定会被你们吐槽 因为就是其实深红色 它的暗部就是本来就已经够深了 所以其实它的暗部还是要种下去的话 还是就是颜色要稍微的重一点的 所以可以大胆的把颜色调重一点 现在就是这样的暗部就是这样的红色 如果你们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还是这样的暗部 因为看你这个暗部的远色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点 那么我们这是暗部的判断 然后我们可以不断 我们现在就会儿能量 有很快 我们希望 maneuver一下 画过这样一个衣纹的感觉 哎你们怎么知道 波波老师画了圣诞老人了 我也是昨天才看到他 说就是那个准备的那个完成稿 消息都太灵通了吧 就是在他最重最重的地方 他甚至会有可能偏紫色 因为他就是酒红色这个颜色 他里面本来就带有一点紫色的这个成分 啊他发动态了呀 原来如我还以为你们消息已经灵通到了这个地步 不过我老师还没有上课你们就已经知道他要画什么了 再画苹果会被打死的 因为上次你们就说不想再看画苹果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是的呢 圣诞老公公 好可爱啊 圣诞 大迷路一个小迷离版的圣诞老公 不可以不可以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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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子是咱们的普兰小姐姐咱们的编辑 然后因为他要给我的话拍照 然后给大家做教程嘛 哇 Mary 你太有情调了吧 还有圣诞树 羡慕 羡慕 感觉也是很精致的小姐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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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稍微有一点点太重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上一点清水让他稍微过渡一下 出指甲一定要两头清中间重的线条 哇 你这个是画彩仙画的魔杖了呀 嗯 好的那咱们衣服的这个暗面也画完了 那我就去拍照啦 公司里边院子砍树砍树做圣诞树吗 哈哈 好像圣诞树应该是松树吧 那就是如果是路边砍的那种大松树的话 会不会太大了 感觉应该是那种专门的松树 去黄山风景去砍 没有好吗 就是圣诞的松树都是那种直的 笔直笔直的松树啦 但是黄山的松树不都是那种歪脖子松树吗 好的那咱们现在就来画这个松树 所以可以就是跟着它那个毛的走向 就是稍微给它加一点点暗面 就是一定要顺着它那个毛的方向来 用笔的方向要跟它的毛的生长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颜色就是可能就也是一个呃 橙色里面调一点点褐色的一个颜色 比之前就是咱们打底的时候用的这个颜色要灰一个层次 不是灰说错了是深一个层次不是灰哦 对还要矮矮矮的那种如果太大了的话 就是感觉嗯放不下 那个松树它不是就是头上经常会有那种就是像几条线一样的那种 毛深色一点的那种毛也是可以给它画一下 哇你们都还有信佛教的呀 好厉害呀 我觉得 虽然说圣诞是一个这种基督教的节日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正普通人 就是可能也只是就是有一个这个 红配绿的一个氛围而已 记录很多年了 我现在就能够看再次有一个广子 也不是这样的有一个那种 是什么的 我现在就能够看得到这个这个程度 很快就能够看得到这个位置 我现在就能够看得到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太大了 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你虽然就是mary 虽然就是嘴上不说 但是大家都看得出 好的 那就是同时就是也把 左边的松鼠的这个 毛发的质感 给稍微表现一下 可以注意 因为这个小姐的手 是拖着这个松鼠的脸的嘛 所以的话这个 投影也是会稍微重一点点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可以 就会这样的应该有一个 那么这边的颜色 那么这个颜色 那就是肯定的颜色 是这种颜色的颜色 与点颜色 课与点颜色 感谢观看 这个尾巴下面也是会有一个这个稍微重一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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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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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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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